到这边我们来看一下AC对着MFB的第一局上半场 地图选了月亮和公园 这张地图的说话 第一宝这里开局找到的是小木木 黄一在这张地图发挥还是可以的 就是看他第一波 因为这套制容其实能抓的点还蛮多的 调香师能抓机械师也能抓 他如果带闪现调香师就没那么好抓 带放狗其实还可以 打一刀 香水回不回去回去再出手能不能打一下 再绕再绕 这出手没打到还吃了块板子 心态爆炸 直接放狗 我感觉他早点放狗会好一点 早点放狗会好一点 再骗再骗咬住 咬住看能不能 还没咬住 这放狗要跟老杨学一下 看这边能不能来一个触手双连 对直接一边打下去 打好再加一刀 他们没有先知的 回去了 跟着有点死 前面这里是没有板子的 有板子 看错了看错 不好意思 这个精神 精神力稍微有点下降 大家多多见谅 这个挑销师 照道理来说呢 这个挑销师是不可能溜这么久的 你看他这个触手 你看你看这个触手 我都不知道在放哪里 翻嘛 翻过去 一个震慑 用兵的电机开掉了 那么第一轮电机能开掉 然后两台电机再点 这一把基本上是平局 求人者平局起步 能征三跑的一个局 因为王二这边是完全没有被干扰 歪宁这边的机械师自己能开一台 王二开一台 还差一台机 优兵过来贴一贴 稍微卡一卡 就够了 没有干扰到任何电机 这个黄一 这把的一个节奏是非常非常差的 最后选了一台鬼屋的电机 佣兵再修 因为佣兵比较远 这里是派了大副过来 大副过来 这里主要狗还没好 如果狗好的说话是 有可能可以拦下来的 狗没好的说话就比较不好说了 先下一根触手 直接救 一点都不脱 这一刀没有打好 打在了条式身上 基本上佣兵要慢慢出发了 娃娃过去补兵的电机 摸到了 然后佣兵这边出发了 佣兵这边出发了 大副这里直接走 慢慢的过去 一个人贴门 我们看一下 这里 这个地方还在挂 还没挂上 娃娃的电机都快开完了 大副这里走 看他的走向 看大副的走向 大副的走向应该是要去贴起点的门 这里佣兵已经到位了 佣兵已经到位了 猫在后面 那这把没了 没了 要怎么样才能保平呢 要快速秒掉 快速秒掉条式 然后这个天赋 还得点一个优臂恐惧 天赋有优臂恐惧 可能有机会保平 一鞭子打中 放狗是绝对不能放了 这个狗子不能放的 再编 没编中 这里能不能打个震慑 刚才这个地方来找 要架住 千万别放狗 我相信他应该也不会想要放狗 这里一根触手 最好触手拍倒 电机直接亮 电机直接亮 一根触手拍不倒 要追 要普攻追 那这里应该是没了 看这个修机速度 应该是没有点 优臂恐惧 再开门速度也太快了一点吧 那这把应该是三出 没什么悬念了 倒地 门已经开了 触手拔掉 挂上 直接走 佣兵的位置呢 到了 他们这个电机也是开得很果断 因为还是不想让黄一 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一个托 感谢观看